現在給我們一個錯覺說 怎麼好像還在選舉 因為還有90%的媒體 都在緊迫盯人 緊盯韓國瑜 當然監督市政一點都沒錯 但是這種監督法我也是罪了 怎麼會天天計算 他幾點出門上班 結果發現說他都還提早 而且還滿早的 又開始在挖苦他說 因為他怕被罷免 而說到這個罷免 的確你罷免投票 那麼最後補選算一算 夯不啷噹可能要超過2億元 不過選舉罷免 創制覆決 本來就是人民的權利 對 我要說這2億多元 到時候錢從哪裡來 是 千惠你剛剛說 不是選舉結束嗎 你錯了 民進黨的座右鳴是 我不是在選舉 就是在去選舉的路上 你知道 就是這麼簡單 隨時隨地都在選 所以你看韓國瑜 明明選舉已經敗選 也結束了 結果這些綠媒 天天盯在他家門口 我覺得這些記者真的滿可憐 因為他每天盯在那邊 他可能每天早上到5 6點 就在那邊爬起來 然後繼續在那邊坐 每天出早車 你看1月13號8點半 1月14號8點54 1月15號9點01 1月16號8點08 今天又17號8點08 你每天一盯這個 到底是可以看出一朵花來嗎 怎麼樣 到底是怎麼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還要想盡辦法去下標 我覺得這些下標編輯也辛苦 比如說綠媒 他第四五天出門時間 都早上8點08分 我看得出來 你想拚市政的決心 因為你很怕被罷免 然後綠媒另外一個就說 終於不在苦民所苦 睡到中午 韓國瑜真的開始當高雄市長 你看就是酸到一個不行 酸到爆 但酸到這些東西 到底目的是什麼 其實真正對高雄市民不好 是什麼 就是你們現在 信聰聰要弄的罷免 為什麼對高雄不好 再來講選舉罷免 創制不決人民基本權利 可是問題來了 高雄市現在欠下 3000多億的債 這個債還不完 每天都要開門就是幾百萬 的利息要出去 利息而已 本金還不算 那問題是 你光是一個罷免投票 至少要花8000多萬 那假設罷免成真的 不好意思 補選至少要花1億3000多萬 那這些錢誰出 加起來2億多 中選會已經告訴你 不好意思 這是高雄地方似乎 跟我中選會無關 這跟中央無關的 所以高雄市 請你自酬費用 所以呢 結果自己酬費用 來罷免自己市長 這個是真的非常好笑 那高雄市 這本來沒有編列 在預算裡頭的東西 那請問一下要從哪裡來 當然就是從第二預備金 因為不然的話 你中選費不給我補助 那不好意思 只能動用第二預備金 因為不然 拿來的錢 其他預算都卡得死死 你也不可以拿來這裡用 那跟我們解釋一下 這是什麼錢 第二預備金是幹什麼 就是當你正常的 就是預算不夠用的時候 臨時發生一些意外的事項 的時候 你只好從第二預備金來 也就是它是一個緊急支用金 那你看 它都在做什麼事情 比如說 莫拉克風災小林國家 賠償準備金不足的時候 拿這個來補貼 這個夠緊急需要 對 然後本市 雨水下水道中小排水等 排水清淤工程 然後環境維護工程 不足的經費 然後你看 澄清湖棒球場 然後營運移轉 然後ROT委外作業所需經費 都是一些緊急 還有登革熱的經費 你中央情卡在那邊不播 我知道 先用第二預備金暫時應急 所以第二預備金 照理想不能隨便動 為什麼 因為他是拿來救命的錢 可是現在救命的錢 要拿來辦罷免 不管怎麼樣 這是人民的權益 可是我們覺得 我們一定要把時間 浪費在這種地方 把經費浪費在這種地方 這都是人民的納稅錢 當然我們的其他這些媒體 當然是你都懶得理這件事情 我們必須講 其實韓國瑜這次得票 552萬票 雖然他拿到38.61%少很多 可是問題是 這還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而且國民黨政黨票跟民黨政黨票 是相差無幾的 然後他拿到33.35% 然後民進黨是33.9% 其實兩個才差0.6%而已 所以國民黨這個百年大蟲 還沒有死 一定要把他打死 韓國瑜這個 絕對不能讓他死而復生 一定要讓他徹底滅絕才行 所以現在民進黨內部 對罷免分成兩派 一派就是一定要割合 選總統的包袱了 他專心把高雄市政做好的話 整個反韓情緒可能扭轉 因為高雄如果政績越做越好 大家有眼睛會看 一看之後 原來你們之前都會抹黑他 他根本就是一個 很會做設施的 因為到時候相較之下 中央執政的不利的情形 一直會出現 那就凸顯出中央的問題 因為接下來台灣會遇到 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問題 這時候可能就會凸顯出 原來蔡英文還是草包 還是那個無能的人形獨稿機 這個時候你恐怕就縱虎歸山 所以這時候趁你病要你命 趁你最落魄的時候 斬草除根 把你趕盡殺絕 這樣子才能夠 怕你死灰復燃 但是有另外一派 有不同的想法 就什麼 要留著下來慢慢割 為什麼 他說我們持續罷函 沒錯還是要進行 但是我可以臨遲他就好 把他形象越弄越壞 但是到最後投票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很積極的去推動 讓他投了但是不會過 所以就是個假議題 是假議題 那目的是幹什麼 把韓國瑜的形象徹底打壞 然後我們都知道 國民黨現在忙的內鬥 根本不可能幫韓國瑜 你知道國民黨向來 都是個人至少門前選 你韓國瑜自己看著辦吧 所以韓國瑜留在高雄幹什麼 我就弄一個樣板 你看國民黨選出來都是這種人 都是這種草包 高雄市都做得很爛 然後個人形象要這麼差 遇到問題就可以推給他 因為現在蔡英文連任了 他面臨要很多問題 包括美豬美牛 日本和食 艾克法 一大堆林林總統的問題 蔡英文可能都沒辦法應付 尤其是國民黨 沒有民進黨過去在野的時候 曾經坐下過非常多的承諾 現在恐怕一一自己打自己的臉 一一都要打過 這個時候雖然有90%以上的媒體 都超高在他們手中 但是還是要有東西來帶風向 把整個風向轉移 誰是最好轉移風向 韓國瑜 因為韓國瑜到現在你看 敗選已經到現在快一個禮拜了 他還是網路聲量最高的人 因為每天黑號的新聞還是不斷 所以只要有韓國瑜就是票房保證 這個時候只要 比如說美豬美牛要進口了 你看韓國瑜今天又遲到了 今天又喝醉了 然後趕快用這個新聞把他壓過去 風向就整個轉過去了 是 就把他帶過去了 所以他留著韓國瑜當提管機 我要慢慢來用 那到最後哪一派會得勢 我覺得對台灣都不是人民的幸福 罷韓如果罷到底的話 我比較關心就是實質上實際的問題 剛剛韓兵特別提到錢 對 經費要花超過2億元 但沒錯現在高雄還負債超過了3千億 好 那你這個2億元你要拿什麼錢 現在說拿這個第二預備金來補 但我們剛剛也很清楚的知道 第二預備金就是救命錢 好 你把這個救命錢挪作他用 用在罷韓頭上 有華 我們現在看罷韓 請問有沒有正當性 第一個 我先卡你韓國瑜的 土地運用的問題 我就讓你做不出政績 第二個 他會不會用選舉造勢 或者動員的方式 我那個朋友跟我直接了當 講了一句話 他說有華兄你要看看 差不多在今年的年底 就是2022又要到 他就透過這一次選舉動員 就是說我一定要把高雄拿回來 我縱然我罷不了韓國瑜 但是這一些是我未來動員的基礎 換句話說 政黨鬥爭非要鬥到這一種地步 令人匪夷所思 除此之外 我們相信蔡總統講 大家都是一家人 韓市長你要備戰 你不要相信蔡英文大家都是一家人 大家所謂的一家人都是他們家的人 你家就是他們家 不是全家 是你家 所以我們現在看得出來 這一次的動員 他是決心要把高雄拿回來 因為再讓韓國瑜幹下去 有多少未爆彈會那個出來 因為上次韓國瑜丟了一個慶富案 讓他們內部震盪不已 如果這些案子丟得越來越多的話 你想想看總統府的那一幫人 你多少人會牽進去 這也就是說為什麼民進黨 舉黨上下 他們沒有鷹派 隔派 全部都是鷹派 他們就是說讓韓國瑜一刀斃命以後 就看國民黨能不能起來 他們的想法非常簡單 我要2022 我也要2024 看來這個高雄包含了慶富案 包含了慶鬼案 這些案子當然不能掀開 掀開這鍋蓋可就會影響到那個菊姐了 所以現在這時候看起來 非做這件事不可 而且要做得徹徹底底 相對之下能拿回高雄 這可能是現在民進黨 近期最重要的目標 所以你說選完了 選完了其實還是很累 尤其我一點都不意外 這些綠媒的記者 幾乎每天都要一大清早出早車 然後去賭韓國瑜上班 那麼現在其實 尤其友台也好 綠媒也罷 他們每天開稿 一定會開罷韓新聞 因為這個都會多人新聞 顯然只要是罷韓議題 再繼續操作的話 韓國瑜就是收視保證 不是嗎 有知 可是你也得想 有沒有反撲的機會 我說實在的 收視會疲軟 真的 因為操作新聞那麼久了 打到最後 韓國瑜之所以有收視率 是因為他之前是總統候選人 他有一個極大的對手在那邊 那會撐起來 就像股票對座一樣 你做我 我做你 到最後股票上升 收視率就高了 可是現在所謂的韓國瑜 已經沒有那種對座的可能 他跟誰對座 他只剩下跟罷韓團體對座 那收視率的疲軟是可以想見的 當你自己操作過頭的時候 收視率疲軟 就代表這個議題不再有人關心 不再有人關心 最後就投票率低 所以罷韓團體到最後 可能反噬幾聲 所以我不見得 我不認為說 綠媒這樣子一直操作下去 對他們的罷韓行動是有利的 看起來還是在鼓舞人心 但是其實不見得 最後疲軟的結果是你們想要的 但是在這個罷韓的過程裡面 我除了心疼我自己的同業以外 你們真的是已經變成一種 選舉工具了 這兩年來 所以我的所有的新聞從業人員 你覺得你有任何的新聞尊嚴可言嗎 你每一個新聞稿子 拿著麥克風出去 拿著春秋之筆出去 哪一條新聞是你可以自己開稿的 哪一個新聞是你自己採完之後 採完訪完之後 回來編輯台把你擺上去的 不是 全部都是大家從中央工廠出來 生產出來的結果 第一個我心疼我自己的從業人員 第二個我心疼韓國瑜 你還在那邊心疼他 不 我跟你講一個人 一路從被人家打兩年多來 我想請問在場所有的人 也請問電視機所有 全部的觀眾朋友 你們自問哪一個人人格特質 可以做得到 全天下全台灣 我相信大概找不出前五個了 一路的被人家打兩年 心理素質要夠強 夠好 對 所有極盡難堪 不捨 所有那種最霸道 最不堪的字眼用在你身上 用在戴立剛 用在馬千惠 用在王玉銘 用在李明賢 用在強強棍 用在所有的人身上 請問一下 你們哪一位可以承受得起 就是他還得再承受一次到罷寒 我覺得第三個我心疼的是誰 高雄人 我真的覺得 像剛剛講的那些錢 我真的覺得這些錢 你們應該要花下去嗎 這些錢本來可以做 好多的事情不是嗎 可是卻要來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韓國瑜罷免 這個韓國瑜也很不堪 他拿自己的錢來罷免自己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華民主之大機 加上還有一個可能內耗 不覺得高雄現在就像一個 小台灣一樣 為了一個選舉一直在內耗 不斷的內耗 不斷的消耗 消耗錢 消耗人民的善良 消耗人民選舉完 應該要休養生息的機會 沒有 一直消耗 一直內耗 就用台灣 實施民主25年以來 我們進步了什麼 新產業了什麼 沒有 全部都在二分法 全部都在內耗 所以台灣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高雄正在布台灣的後塵 但是第三個 高雄本來是有兴旺的機會 曾幾何時高雄有這麼樣 被世界的媒體關注度這麼高 所以你不管了Google 不管所有的網路數據 大數據 高雄出現的頻率那麼的高 你們本來是一個 新的南方之珠 本來可以用這樣的光芒 去做更多的事情 我先不論這兩億多 你還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賺更多的錢 更多的人 更多的方式 可以讓自己高雄光榮起來 可是因為霸函兩個字 就是高雄人放棄了 把這個機會不要了 你自己在想 千惠 其實罷免也是一種選舉 不是嗎 他也是一種選舉 你只是他形式是罷免 到時候就像剛剛有華哥講的 不是還開始宣傳嗎 開始也要動員 開始也要搞你的人 我的人 甚至搞不好還要投放廣告 還要去分裂 再分裂一次 結果有什麼 罷免成功跟罷免不成功 罷免成功 那是一種選舉 你還要繼續選舉 罷免成功之後 還要得再找國民黨一個人出來 民進黨再找一個人 再選舉一次 整個高雄一直在選舉 不斷的選舉 沒有建設 從頭到尾一直在選舉 選舉到2022年結束 整個6年時間全部浪費掉了 再來罷免不成功 那更狠 我既然罷免不成功 我留下了這些餘溫 我還得拿來再選舉 你覺得陳其邁 趙天麟 劉士芳這些人 會甘心嗎 他一定也要繼續的選舉下去 所以高雄剩下的日子 遠離建設越來越遠了 只剩下兩個字叫選舉 民進黨現在的動作 頻頻他們一定要把這件事情 做得到底 為什麼 因為不做到底的話 看起來高雄不拿回來 這民進黨是絕不甘心的 何況現在這個時候總統大選 又是一個完全勝選的狀況 又是一個完全執政的狀況 但這高雄這次的罷免 如果要進行的話 費用算起來 可都要算在第二預備金上 沒錯 這個有志 剛剛特別提到很吊詭 等於是韓國瑜拿自己的錢 來罷免自己 但我真的比較在乎的是 你拿這筆錢是緊急預備金 可是現在我不知道 對民進黨來講 是不是就是要把你罷免罷到底 因為他不讓你有任何 所謂起死回生的機會 我們應該這樣講 所以一句話說到底 就是對民進黨現在來講 針對韓國瑜這塊的處理方式 就是斬草不除根 春風垂有聲 明顯 所以現在是2020總統選舉延長賽 1月11選完之後 其實這個比賽 這個禁忌 這個獵殺活動還沒結束 他繼續獵殺 剛剛我是在自我調侃 當然說我的手錶沒有壞 我也認為民黨的手錶沒有壞 可是他們的刀子還繼續出來 獵殺活動繼續獵殺 總統是延長賽 到現在6天 7天了 明天繼續開始 民黨還是繼續延長賽 兩個目的 第一個當然罷免繼續推 而且民黨是不是在背後推 一定的 請全黨之力 第一個當然你用罷免用二倍金 老長這個真的沒有人可以接受 二倍金是什麼 緊急救命錢 高雄市遇到任何緊急危難 甚至任何公共建設 需要投資的時候 需要災難要投注的時候 才用到第二倍金 現在不是把這筆錢拿去罷免 這與心何忍 大家可以接受嗎 真的 你不要真的 不要說我這裡唱衰 真的遇到急難的時候 錢從哪裡來 可是民黨還是要推下去 兩個目的 第一個 當然把韓國瑜罷掉的話 民黨誰去選 民黨就為自己創造最大利益 不論新潮流 不論陳其邁 不論局勢了 誰去接 秉在那裡 誰就可以接 第二個就是民黨練就前空大樓 轉移中央的施政焦點 我就每天打韓國瑜 每天臨時韓國瑜最頒規定 當然不是說韓國瑜不能監督 高雄市長本來 所有任何行政首長 包括中央到地方 天經地義要接受監督 不過你監督的心態是什麼 要搞清楚 所以有些綠媒 還有乾坤大樓瑜 為了監督高雄市 高雄市然後轉移中央的 執政焦點 現在誰在執政 蔡英文總統 而且這幾天中央有個新聞 美國AIT理事主席 莫里亞提莫劍爾講 希望美足美流 盡速處理 盡速開放 而且大陸美中貿易的時候 大陸已經讓步了 採購2000億美國的商品 而且美足美流都要開放 對 全面開放 所以有專家學者 預計台灣就下一個骨骸 台灣擋得住嗎 民黨政府怎麼辦 怎麼去處理 沒有 過去馬政府執政的時候 開放美流 被罵到臭頭 民黨每天罵 那時候蔡英文還帶頭 對啊 民黨立委還睡在立保院 睡了三天 現在怎麼去處理 這些繼續以後 就罵韓國瑜就沒事了 然後偷偷開放美足美流 然後就是大家媒體 所有媒體 除了中天之外 所有人都在罵韓國瑜 韓國瑜又遲到 韓國瑜又怎麼樣 結果美足美流就偷偷開放了 可以這樣子嗎 農委會要拿出戰爭出來 拿出良心出來 蔡政府拿出良心出來 如果這些施政 你都不用去處理嗎 還有蔡政府執政 蔡英文選舉之前 在地方 在高雄承諾 大南方計畫 大建設計畫 四兆明天之機 兩兆要到南方去 要到雲嘉南 要到高雄 這要怎麼做 你要給人家知道 所有只有推動罷免 然後這些夫婦都沒事 美足美流要進來也沒事情了 所以全世界不是 只有罷韓這件事情而已 還有地球還是在運轉 所以拜託蔡政府 真的為人民 為拚經濟 拿出辦法出來 不能全世界 如果繞得只有罷韓在轉而已 謝謝 謝謝